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体育比赛传奇 在中国乒乓球军团的历史上 有一位运动员的发展轨迹令人叹为观止 他15岁就获得了世界冠军 16岁拿到奥运会参赛资格 18岁加冕士兵赛单打冠军 创造了多个历史记录 但随后却一步步走了下坡路 最终在25岁的年纪被调整出国家队 实在是太可惜了 他就是中国乒乓球军团曾经的天才少女 曾在世拼赛上横扫张一宁 大逆转李小霞夺冠的郭月 然而郭月的这两位对手都实现了大满贯的伟业 郭月本人的职业生涯却有些遗憾羡慕 此时让我们同大家来讨论一下郭月 时光道退到18年前的那个春天 梦开始的地方卡塔尔多哈 2004年3月第47届团体式拼赛在中东拉开帷幕 当时的中国乒乓球军团女队 虽然前一年才在巴黎取得了单项式拼赛的大胜 但大家也没有忘记2002年釜山亚运会的败绩 这也使得教练组在选人用人上陷入了举气不定的地步 到底是加大对年轻小将的培养力度 还是重新启用老将王南 李菊等人担当大任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 郭月成为了万众瞩目的焦点人物 因为彼时的他还未满16岁就成为了女队的前舞主力选手 后来也不出意外地拿到了金牌 这也使他一举成为了中国拼坛历史上最年轻的世界冠军得主 前途无限光明 五个月后 奥林匹克圣火在雅典再次燃起 郭月虽然没有获得单打的表现机会 但也被教练足为以重任 与牛建峰一起搭档参加了女双项目 而这又刷新了国拼的一个新记录 那就是全队史上年龄最小的奥运参赛选手 年仅16岁 由于那段时间的女队主教练是陆元胜 所以大家自然而然地将其视为郭月职业生涯的伯乐 但不久后 陆元胜在2005年离职 郭月很快就迎来了两位指导老师 其一 是当时刚退役后 就接管郭月的大满贯名将孔令辉 其二 则是接替陆元胜的新任女队主教练师之号 孔令辉对于郭月人生的意义有多大 我们难以量化 但大家不止一次 看到许多天才 只会幸福其他天才 尤其是成就比自己更高的人 而直到退役 郭月的大赛成绩也无法与孔令辉相匹敌 郭月在2007年萨格勒布世拼赛上 女单半决赛4比0横扫大满贯张一鸣 决赛1比3落后 然后4比3惊天大逆转李小霞夺冠 而在此之前 他还在混双比赛中与王立琴一起摘得金牌 一时间身为郭月主管教练的孔令辉也失贫图柜 得到了许多球迷的认可 而不少人也不禁高呼张一鸣的时代已经过去 国拼女队即将迎来新的王者 可惜的是郭月没有等来这一天 2008年北京奥运会 郭月虽然实现了冠军梦想 但单打却折戟沉沙 被老将王楠拉下马 无缘晋级决赛 2009年横滨式拼赛 郭月再次遇到张一鸣 结果这次却被对方成功复仇 指不女单亚军 2010年莫斯科式拼赛的时候 郭月甚至无缘女团决赛 最终眼睁睁地看着队友刘诗文 丁宁丢掉三分 国拼也由此而丢掉了冠军奖杯 此时许多球迷 已经对施志浩表示强烈不满 认为她埋没了郭月的才华 但平心而论 以当时郭月的状态 没有上场 未必就一定是坏事 到2012年的时候 已经有过两次奥运经历的郭月 更是完全被排除在了 伦敦奥运会的女单人选之外 教练组宁可启用两位 从未参赛的选手李小霞 丁宁出战也不愿意上郭月 但此时球迷们的反对声 明显已经小了许多 之后的士兵赛选拔 郭月连续以伤病原因退出 最终酿成了 2014年被调整出国家队一事发生 此时的她还未满26岁 所以当时还有许多人幻想着 郭月有朝一日还能重返国家队 可是她这一走 就成为了永远 不过上帝为郭月关上了一扇窗户 却又打开了新的大门 退役后的郭月考入清华大学读书 后来又出入于商界 娱乐圈 时不时晒出自己的最新动态 从曾经的假小子 变成了名艳动人的时尚女性 在新的领域 闯出了一片片的新天地 人生不止赛场 离开了乒乓球 郭月同样可以做得更好 在此 我们也祝郭月在以后的工作和生活中一切顺利 心想事成 最后感谢大家的收听 收看 谢谢大家